第一题其实开头的就会很常见的 开头的会很常见的 这些你记住就不要真的可以做factorize 很多时候我们是会看正负号的 比如我们可能会看那个加Beta 加Beta是怎么成出来的似乎就是这样成出来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似乎B和C就不会是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是不是? 没有啊 好了然后我们可能再看减α 那只剩下两个你要是减α 似乎a都不会是对的了 所以答案是不是多了? 我是负αβ OK 通常factorize都是这样看的 至于看什么词呢? 通常就由美看上头 有时候就会skip某些词的 其实就算不是刚才你看 比如你看减β² 这次abcd乘出来都是减β² 所以看来就没有意思的 明白吗? 明白了 就会是这样的 好了 第二题 同样cq做法都会可以的 中三的 但是其实通常mc 我们就会代 n是某个数 那我们这次代的n是1 那我们说代数呢 重点就是要代到abcd 全部答案是不同 那这次你代的n是1的话 那其实四个答案都不同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按摩 那麻烦你帮我按一按 n是1的话 那题目本身 答案是多少 整个数字是2次 很多括号 慢慢慢慢 6千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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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abcd四个答案呢 其实是6561 那一个呢 其实是B 左按而已 哦 可以吗 可以啊 再不是你再厉害一点 你就把这个数 直接lock 3 那它的答案就会是8 那你就知道答案多是指向B 转B 直接 不是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的lock 你用得够灵活的话 不用了 对啊 不用了 其实你abcd 逐个逐个逐个按 最多你按两次 你的3不会按的 你只按bcd 隨便两个这样的 OK 好第三条 第三条是中二的identity 而这一些呢 我们说有时候 我们会X代数 有时候我们X会代数 有时候会展开 就是expand simplify OK 那这一条数呢 其实它要算M 这条数它要算M 那我们这条数呢 我们没有一个X 代下去直接找到M的 你要找M 可能要找到N先的 其实 那代N 是不是代X等于N 没有代X都是N的 那你都不知道N是多少 也是 就是这样的 不过譬如 如果你代了N是0 X是0 先试试 试试 代X是0 那呢 其实就会是三二次方 就会等于 负N 等于1加2N 对 可以跟到 那便可以跟到N是9 如果你喜欢写的话 呢 其实你就重写这条式 哦 哦,然后旁边就x-9x加1 而你喜欢的话,你的x代1就可以了 1 那你就会计到m的了 但问问问,如果这一条呢,你说这样去计算 就是这样代x呢? 其实我不觉得是十分容易 不过你试试计不计算到m是多少 m? 就是刚刚对上这条式,你计算到m了 是吗? 起码自己按回答案出来 -14 是的,那就-14 所以答案就是a 不过我再说一次 这条我觉得这样做不算太方便 那会怎么做呢? 其实今次我们可能真的展示和平衡 我们可能真的展示和平衡 但是呢,我们会这样写 你会留意,我会把那些数字排在一起 x2次方,x1次方 这样排在一起 -15 x2次方 -15 x2次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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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 就是由公式代表出来 然后再看x1次方 6加m 就等于1-9 你计算到m 那就都是-14 但是我会觉得 今次反而展示和平衡 这样计算就好像更简单 不久 会算吗? 应该不太久 反而experse simplify compare coefficient 这次会更简单 第四题 这一类出了很多年 你要小心 你要留意 左右两边是有common factor 讲了很多次 你有common factor 你就误这个common factor等于0 它就会出其中一个答案 就是x.4c 全部打了 所以答案就是d 对不对 而另外的答案 就是你误了common factor之后 你就有另外一条式 就找到x 所以另外的x就是2c 答案就是d 什么 这样出得很明显 其实是不知为什么这条出得这么明显 竟然只有一个是4c 所以你这个方法 你就是要知道 就是两边有common factor 那所谓的common factor等于0 就会计算到其中一个答案 然后就查了common factor 就得出另外一条 找x的 那你就会将一条 角度 分拆成为两条线 那就简单很多 对不对 而另外一种所谓 特别小小的quartetic 就是两边都是perfect square 但是这次就 这年没出 第五题 就是changing subject 这题也是极常见 我们要的subject u 就是这里 既然是这样 而我们那时候中二教 已经说的了 其实你做changing subject 有份数很正常的 那我们会将3 over v 减过去 然后2 over u 都不要动它 然后通分母 可以吗 可以 然后recipical 两边recipical 那我们已经圈到答案的了 分母就是 分母就是4v-3 那所以c和d都会打交叉 分子是2v 那就是a 哇 快不快 ok ok 好了 第六题 第六题很特别的 其实 你小心了 他说是round down了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而令到的数 会变成345 他就问x的范围 他就问x的范围 那所以正常呢 x的数 本身是不是应该 比345为大 是啊 你想想是不是 他round down 原先是345 所以原先那个数 应该比345为大 那如果是的话 那答案 我们就不会考虑 A和D 就叉成B和C 但是三四六 很难下三四五 叉成A和D 你可以吗 ok 希望你叉成A和D 但是这些题 其实你B和C 你告诉我 因为你没做过 你会选B和C 还是你知答案是哪个 我考出过 这个题目是错的 ok 那你会选B和C 我看它的等于符号 有一个是等于 有一个不是等于 小时候 三四六 也可以345.9 有 round down 有 B还是C 要决定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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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C明显有些地方不对 为什麽呢 C 是不是在三四五 五 那一集 但问题是 你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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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三四五 所以便是B 你三四五 对 对 对 你刚才有提到这一题 挺特别的事 好了 第七题 其实第七题 不太特别 第七题 不太特别 那我们只不过是分拆 做两条 原理性 而中间是N ok 所以就各自计 你会不会都是按订阅 太难了 按订阅 没问题 按第一题 不是啊 告诉我 头两个数是哪个 乎2 y 小个6 所以 y大个-3 对 记住 y大个-3 既然是这样 我们已经回答到A 是的 ok 那当然了 你有时间就去那边 ok 非常好 你千万要记住 其实你按订阅 我不怪你 甚至乎我会建议你按订阅 但是你就要记住 那个笔等号 ok ok 第八题 那 第八题 这些呢 也是 其实 近年喜欢出的 近年它功能很喜欢出 就是类似这些 那 不过第八题 这一年的第八题 更加 就是跟之前那两年更加不同 那 他问我们哪些是对的 他问我们下面哪一句 must be true 其实正常 你就逐句逐句做的 正常 其实你就是逐句逐句做的 但是有没有什么 可以 让我们做快一点 那 那 其实呢 这一次呢 其实我会觉得 有些地方可以做快一点 有些地方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分别不大 那 其实呢 我们比较容易判断的 其实就是A 我们比较容易判断 其实是A A是明显不对的 A 是明显 不对的 就是 代负K 到负X 一个是正 一个是负的 是的 你代负X是负K 所以二次方的时间 他都会是正 但是一次方的时间 他就有负出来了 那他怎么会等于 原先的F X 或者FK 嗯 明不明白的意思 明白 OK 那 而 然后呢 你不考虑A 第二容易判断 其实是B 第二容易判断 那B 那B 我们就会考虑 把X 就代到1-K 那你只不过 是花一点时间 去expand simplify 和根本上 你呢 expand到这里 已经可以停的了 是啊 就是 寫完 那K二次减K 就加1 真的跟原先的FK 是一样 那所以答案 哦 行不行 是啊 那 所以CD 不需要看 好 大家有提 也都是 近年 Poelomio 的MC 他转了少少出发的 那所以你 你都是要 要跟上 OK 好了 他跟平时一样 就给了他 一个Dirisible 所以他就 意思就是G-2A等于 OK 我们未必知道 这个 关系式有什么用 但我们可能都会 先写了 是吧 是啊 那我们就会 找到 一条页 4A 2-2A 2加B 等于0 那所以就2A 2加B 等于0 那这条页 我们未知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姑且 先放在这里 而题目 他问什么 他就说 如果 G-X 是给X-2A 去除 继续是多少 所以 是啊 他就是找G-2A 是啊 那所以 我们当写多一点 那我们就会知道 是6A 2加B 行不行 行 行 而我们会看到 ABCD四个答案 只会有A 不会有B 那所以 我们框着的 这条页 怎么用呢 就是B等于-2A2 所以答案就是 4A2 所以答案就是D 转B做室迫 是啊 不是 因为我们的答案 就是我们根据题目的意思 我们找到的答案 应该是这个 是啊 但是ABCD四个选择里面 只有A 没有B 所以我们就用框着那条页 找回B in terms of A 就是make B的室迫 OK 行不行 行 那当然 其实你可能会觉得 这样做好尺寸 就是很多步骤 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快一点 譬如 譬如 我们可能 可能 将A带1 B 2 不是 B就可能照B 然后 然后 这里就是x加2 这里就是x-2 然后这里就是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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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是1嘛 指向答案就又是D 如果一开始我们当A是1的话 都可以的 如果你不熟的话 可能就像刚才第一个做法 这样算了 行不行 第十题 确认图 他今次就说 有hk两个数的 那他说hk 乘是负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h和k这两个数有一个值有一个负 还有两个都不想要0的意思 好了 他有三句论文你记住 我们尽量不要逐句逐句顺序看 我们要看一看 看一看哪些容易判断的 最容易判断的 当然是1 Graph的open direction 所以看的是x2次方 coefficient 乘出来x2次方 coefficient是正1 所以就open up 所以就对了 所以c就打交叉 ok 是不是 好了 而言之后 其次容易看的 其实应该就是2的 yintercept 不是yintercept 不过 最终呢 其实我们是看yintercept的 最终其实我们是看yintercept 为什麽呢 因为最终其实yintercept是错的 它的yintercept 就是c 其实是hk的 哦 有一个负 所以题目就开中名义 讲中hk是负数 所以怎会是positiv 所以答我就是a 好吗 其实也是因为 题目这么强调hk乘完小过0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 h乘k是什麽意思 h乘k就是constant term 就是yintercept 所以我们很应该 一开始已经看了 Statement 3 先 ok ok 好了 第三个题 最典型中三的interest 那它就compound monthly 8万8 6% 4年 那它问的是interest 小心 它问的是interest 那不过呢 好彩啊 其实四个答案 它都没有因理 是有数据 那你记住了 compound interest 它是monthly 所以里面要除多少 12 是的 外面次方也是乘12 记住 ok 你一看什么什么呢 你就会脑里面 弹了个数据出来 那里面除了多少 外面次方就要乘多少 而这个是amounts 所以 人家计interest 就是减回原先的p 可以吗 可以 按摩 答案多少 C OK C是对的 可不可以 可以 OK 暂时做下去 都似乎可以的 是 但是你记住 我和你提过的了 其实很多年 MC 是去到17题左右 就是比较难 肚 是的 这个你要记住 做得很順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就是不断 一刺 就乱一肩 好了 第12题 Ratio and ratio 这个也是特别的 其实 不过 我们入手 人家这么好 比了X比Y的Ratio 我们自自而言 就会想K method 我们自自而言 就会想K method 行不行 行 还有第三个英文字 没有Z 既然是这样 其实4Z 它是2X加3Y 所以 就将分别 X和Y 8K 5K 等回去 所以应该是31K 所以Z 就很刺激 31 超过4K 是吧 所以 它的答案 它说Y比Z Y就是5K Z就是31超过4K 看着这个算式 你觉得答案 ABCD是谁 哪个 哪个 差 要乘4 是啊 不是C C 可以吗 可以 记住 我们不用做到尾 先圈答案 可能做到尾2 那一步 就停一停 就想一想 能不能圈到答案呢 OK 其实 13题也是 当年出的一题 是比较特别 少少的 OK 就是这条 不过 没有的 最初我们也是乖乖 就先写这句说话出来 V U varies directly as square root of V inversely as W 所以这条式就是这样 转 subject 转哪个做 subject very directly as 转个K 你说转 subject 我不知道 OK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又说得对 其实我们可能真的转个K 做 subject 我们可能真的转到K 做 subject 不过不要理着 这条式先放在那里 因为 其实可能 你写完这条式 已经不知道怎么动了 那我们可能就这样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可能 逐条看 我们可能逐条看 是 究竟他说 V square 是 不是 varis directly as V 然后 conversely as square root of W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 他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是啊 所以 在第一题那里 我们就会拿回这条式来玩 怎么玩 就是二次方 那你 Square root 没有了 你的W 那所以 不是 这个是不是 是啊 OK 那所以 sorry 不要住 我写错了 后面那里 那里 W 那所以 一就对了 行不行 OK 好了 那所以 思大考察 好了 其实呢 这一条呢 错的是二 二是说什么 二是说 V 是不是 varis directly as W inversely as square root of u 他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就会 将这条式呢 又拿去玩 那我们今次呢 似乎 是不是 make V 是啊 似乎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他类似 二啊 其实是这样的嘛 那不是吧 全个Square root of u 完全不接近的 是不是 那所以 不对 所以答案 B OK 三有只要 不需要好看 不是很难的 但是 似乎浪费时间了嘛 我也是 是不是 什么事 就是错这些 其实这些呢 我就会说 其实你最好呢 就不要理 去文字上 跟你讲 怎么形成 不停加 最好就是在下面的图那里看 那怎么看啊 如果我自己看啊 就是 这里全部都 就是最中间有个二的 啊 然后两边呢 我这里三三 这里三三 但是加多了个四四 是不是 六六七七七八八九九 你看到 这些呢 就已经可以写算式的了 OK 二加六 二加六 加多 二加六加多 不是 就是这样的 首先粉红色的二 之后是不是有两个三啊 有两个四 有两个五啊 是啊 那现在我写到这个是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那就完了 二是否两行啊 是啊 左右两行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想清楚啊 真的可以 OK啊 那之后你这条色你要按 又不是很辛苦的 那我就试了 第四个 第五个 你要小心 不要搞错 他说的 Solid 好了 OK 他就说有一个半球体 Hemistry 另外有个Cylinder 他们的 Radius是一样 Base Radius是一样 那可能都叫做R 而然后呢 他就说 Cylinder的 Hemistry 是相当于 它的Base Diameter 所以这个是2R OK 哇 Sorry 我叫你小心点看 我自己都画错 Cylinder Cylinder OK 好 所以这里是R 而高度是2R OK 好 那他就说Total surface area 的比例 Total surface area 你要记住 Total surface area 那些都是 不是的 你要记住 半球体的Total surface area 是3PiR square 是的 这个你要记住 半球体 因为它有个底的 所以加多PiR square 所以就变成3PiR square 而然后呢 你那个Cylinder Cylinder的Total surface area 是由3个面组成 有2个是圆形 有1个是旁边 那旁边是Base parameter times height 你看看 这条色 OK 而然后就做化检 那这个应该是6PiR square 所以答案1比2 第一个2乘PiR square 是 两个Base OK 然后第二个2PiR 就是Hemistry 这个就是PH Base parameter times height OK 2A加PH 是PRISM 柱体 或者圆柱体 Total surface area 的公式 是的 OK 好 之后 第16题 它是没有图 衰衰 要画 是的 那它就说有个圆形 它的尺寸呢 就是10 然后它就说有一条圆 就是Major assessment 就是Major assessment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可能 那个尺寸就不画 在图上了 免得乱了 那就记住它 那你要记住呢 其实我们用的通常是radius 嗯 嗯 好了 那它就说有一条segment 有一条lite segment 就会将 这个圆形分成为两部分 就是Major segment 和Major segment 就是大和小的而已 而它就说这一条呢 是8cm的 它就叫我们计算个Major segment Major segment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这个面积 可以吗 嗯 好了 那我们的做法呢 可能 就是找个Major segment OK 我们是会找个Major segment 的面积 要找回整个 整个圆形面积 你的意思就是 是找这一条 嗯 没错了 可以吗 可以 我按 又或者 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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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 106.260 204 是的 是的 OK 那是Pi over 36 那 又或者这样 不如这样 如果是的话 你现在的相机 的答案制 是不是就是106.2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多少 就是360 减你的答案 253.2 好了 我们的答案 直接找 的话 其实就会在一个 大Segment 加一个三个面积 嗯 Pi R Square 乘回 360 减你 里面那只Fitter 除回 360 再加 什么 2分之1 AB Size Size 死了 开始背公式 那 其实最好 就不是开始背 是吧 我是背 脑子 要看 如何混合 OK 答案是多少 算不算Pi 还是不算 不是 因为是Correct to Neural CM2 是 Answer 4 诶 没有这个答案 那就来 那你按D 那个D 就是刚才那个角的答案 Memory D Memory D Memory D OK 我知道我错什么了 那是括号 那些 D 3 Answer 我知道我错什么了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Answer 接着 再加1 Over 咦 按啊 11点多 那不适合 不适合 不适合 不是11 不是啊 咦 不是 按CALL 可以上去 Size 可以上去 再上去 要不要到的 当然不用了 可以不按的 一向都不用 2 3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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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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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不是啊,我说你没有计数机 是D 我真的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 你说你没有按错机,那怎么办 哦!哦! 什么事? 什么事? 直代了360减D 即是你的答案是360减D 是,我直以为 67.35 是啊,是啊,搞这么久 好,第17 这条也不难的 这条也不算难的 他也是比例的 那些问题 他又给了你 MQ MQ是5比6 那我们可能叫做 5X,6X 然后他就说 QN和NR是3比4 可能3Y,4Y 那他就说 如果我们知道 图里面的四边形 是59cm2 只是四边形 OK 那就问图里面小的三角形的面积 图里面小的三角形的面积 那其实呢,我就会当这个做 OK 其实本身 他说的四边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填补法 其实就是area 这个三角形 大那个 PQR 减小的三角形 MNQ 其实应该就是59cm 是啊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 A,B,Size,C 二分之一 大那个 A,B,Size,Feter 然后二分之一 小的一个 A,B,Size,Feter 那就是59cm OK 是不是呢 如果你快点 你会计得到 X,Y,Size,Feter 其实是二 哇 等等 弱走了 不是 不是 其实你不是 按计算机 其实你这里按什么呢 你不是按11乘7 over2 就减了 6乘3 over2 然后就59cm 除这个数 那就是二 就是类似左手边 抽了common factor common factor 就是X,Y,Size,Feter OK 好了 而我们要的答案 其实就是 二分之一 6X乘3Y Size,Feter 那所以答案就是 6乘3 除2乘2 那就是18 噢 跟不跟到 跟到 跟到 OK 好 18 其实18这条也不难的 18这条也不难的 看题目 他就说那个长方形 长方形 周界是170 那移完之后呢 他的图里面 其实这两只 亦都是90度 移完之后 AE这里24 BC这里34 找EF 但你不要忘记 一开始 他已经说了 那个长方形的周界 是170 那所以他的Length and Vip 商家应该是170 除2 而你给了其中一条边 是34 那所以其余那条 就应该是 OK 51 是 明不明51 怎么找出来的 AE 明不明51 怎么找出来的 不是PyFare 不是 你明不明51 怎么找出来的 就是计PyFare 那些 就是我原先当这个X 那所以X加34 乘2 就是PyFare 就是170 那你判断X 就会是51 OK OK 好 然后他要找EF 他要找EF 那你猜到 是分开两个月来找 就是找BE 找EF 是不是 PyFare 用PyFare 用PyFare 你试一下 帮我计BE 45 45 好了 那问题是怎么找BF 那问题是怎么找BF 其实如果你做Simular Triangle 够熟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这两个三个人 应该是Simular Triangle 嗯哼 我们以前中二三个时间 就必定是有做过的 哦 是不是Ratial 然后用Ratial 那我们轻轻写回 那两个三个人的名字 ABE 然后就是BCF 可以吗 嗯哼 最终想找的是BF 所以关事的应该是AE 而我们知道的是 另外知道 34 51 是CB 那所以就overAB 可以吗 哦 那所以之后 再写一些数字下去了 BF就是想找的 AE是24 BC是34 AB是51 那你计到BF是多少 36 可以吗 那是16 那加起来就是答案 那加起来就是61 OK 好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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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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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第19题 他说最大的一个是一个平方向架 最大的一个是一个平方向架 而另外呢 他就说AD 是等于CE 很奇怪啊 就是这两条线相等 什么 哦 看到了 那其实我们猜 好呢 然后呢 他就说CBD 这就是38 而要我们找的就是mark that angle mark that angle OK 好了 那其实他比得 这两条平方向架 相等力 其实你很正常你就会觉得 会是用conferent triangle 哦 OK 那问题就是是不是 怎么说去conferent 只有一条是几分 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的反应 就起码算了这个是22度先 哦 哦 是不是一个 因为eclator 两只 加上60 全部加上60 全部加上60 可以吗 可以吗 OK 好了 那问题就是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conferent triangle 可以吗 好 其实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就是我 我写给你看 就是如果你是MC 你猜 就是你会猜它是 那我照射 其实就是那两个三角形 就是ABD 那和那三角形 就是C A E的 那为什么conferent 因为AB和C A是 长途相等的 嗯 等哪 本身是三角形 然后AD 就等于C E 它是几分的 是啊 最后 就是 各BAD 等于 各ACE 各字都是60 那所以就是SAS A B 跟C A AD 哦 看到没有 哦 OK 所以我们就会有 这只都是22 那这只38 在哪裏 完了这只38 哦 那就Angles 可以计算到我们的答案 那不是 再不是你不用这只38了 你下面的60 那都可以的 就是 18 18 0 18 22 那就D OK 如果真的拿两个 你量下去 其实你 你问过的了 你要量 你要量 起码 那三角形 是不是先等到哪裏 你量了它 60度 是啊 但我真的不会建议你量 除非真的没有量 才量 不是啊 你说你量 我宁愿你撞 图里面是有 Congruent Triangle 是啊 就是我宁愿你是 skip了 证明Congruent的那一度 而你猜到它是Congruent 那你就会快很多 计到答案 那就是意思 就比你去量 OK 20 20 那这些最恨人憎的了 就是 真是最恨人憎的 因为 喂 对有时候证明到 但是错的那些 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怎么证明的 最惨就是 OK 好了 图里面是Alegram 他什么都不给 但是容易知是对的呢 容易知是对的 很明显是1 是不是 哇 这些懒得 是不是 好了 是 完了之后 不过今次好彩的 这一只是不是 180-B 是啊 是不是 那呢 你等等 哦 其实我自己做的时间 其实我代了些数 去AB那里 啊 就是代他什么大 什么100多 那些 是啊 是啊 那 不要 但是现在我开了个头 我开了个头 我还是给你看 就是我用其他方法做 喂 那如果是呢 其实是不是就是 180-B 加回C 是360 Angles是你的点 那所以是不是 -B加C 都是180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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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句句子 是不是肯定是对的 这句子 是啊 肯定是对的 好了 我和你做一些逻辑 如果这个也是对的话 我们是不是 两个问题 对 是啊 是啊 你试一下 按Program1 看看这样会怎么样 那么奇怪 那B不是90 C不是270 好了 那个问题就是 这个句子肯定是对的 而这个是不一定的 但是问题如果2 都对的话呢 他会逼到 B一定要是90度 而C一定要是270度 而是没有必要的嘛 所以2 所以2 但是 可以就是90 如果B是真的 不是啊 但是他给我们的资料 只不过是 基本上 它是一个parallelogram 90 它不一定是一个长方形 或者正方形 它是一般的parallelogram 所以没有必要 B一定是90 C一定是270 所以2 如果2是不对 所以B就是对 B就是答案 如果B代80 A代100 会不会不同解决的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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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我自己 之前做法呢 其实我是可能 当了B是72度 所以A就是107度 所以你会发觉 D 那些A B C D 全部找得出来的 所以C是252 D会是288 那我们就代分下去 1 2 3 查一查 那最主要 你是要查2和3 是否对 那你会发觉 2是错的 2个3是对的 那都是B 可以的 OK 7 2 5是要错的 OK 哦 好 第21题 其实暂时 这份卷都不算十分困难 这份卷都不算十分困难 最难是不是 最初的13年那堆 其实不是 我觉得近年最难 应该是100 如果我知道 我没有记错的 这个36 其实头几年是很容易的 真的 我可以先找RESEC 会有没有用的 你的意思是找哪一只 找这一只 如果你说Refact 找这只 Refact sample 不用了 其实不用了 其实不用了 这一条都是 这条真是算钱的 真心 其实是在圆场 这一道 A 什么CAB都已经找到的 它是不是黏着我上CAB 所以这个是一半 是82 对不对 是啊 那之后 你延长那一道 这个外面 就是128 哪一只加哪一只 是164减36 哦 然后你再用多一次外面 我们的答案 其实就是128减82 我要倒转看才行 哦 行不行 所以46 OK 这条真的同类型 是很容易的 这一条 真心 如果你问我 这条是难的 这条是难的 不过其实这条 如果我看回我自己之前做 我都是随便乱做 就是 给一些很肉酸的答案 我不懂得按计数机 是啊 是啊 试试看一看 他就说ABC最大 这个是一个直到三个型 这个角度 然后特别 在于就是什么呢 他就说 这四点是Cyclic Cortilateral 这四点是Cyclic Cortilateral 那特别在于他有一只直角 所以我们自自然就知道 这个也是直角 你知道吗 Cyclic Cortilateral 好 对边加起来 大概是18度 是啊 OK 好了 然后他开始给哪一场 他就找CD 行不行 这一条呢 其实如果我做 这里加一条线 那用两次PiFact 就找到这个是175 另外找到这个是429 OK 你知不知道 怎么用两次PiFact 知道 好了 那这个Cyclic Cortilateral 有什么用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Ade是90度 那我们才可以用第二次PiFact 是啊 好了 同样 其实这条也不难 真心 我那次第一次做 可能真的太适合做 不需要乱做 好了 其实这个图里面呢 有两个Cyclic 第一个就是CDE 第二个就是最大的那个 CBA CBA 行不行 所以都是闭上眼 就是写了三组对应边出来 就是 免得慢慢看哪些要哪些不要 行不行 哦 就是第一次想的 是不是Cyclic 是啊 原来是 这个就是要计那个 那CB 咦 但是CB也不知道 没有 不是我等 要E B B C D C 不是哦 Ec还没算的 好了 那不够的 B A660 那E C不知道 AC AC都不知道 等等 咦 为什么最近Zoom 一直都是这样 一起拆了其他东西 但是PiFact不了 B C都没有的话 如果A B A B 但是他没有说 D C和A B 是同一条 不就是一样长度 哪个 D C和 不是D C和A B 他不是 他没有 他不是Hermindicular 算不算是 哪个 你在想的 D C和A B 不是一样长度 B C 和A D C和A B 不是 应该不是的 他没有说 咦 A B 对 我不是 我不是 D E B A 不是 B A660 E C 没有 A C 都没有 C D 没有 C B 没有 我自己做 Y和A B 是 A B 2 7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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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煩嗎? 該分半就要做的 660X 1.79975-429Y-660X 就是按完它出了XY就找到CD 這麼煩嗎? 那它要的就是X嗎? 是 有一個負嗎? 哦不是 是有一個負的 OK 那我計算到X728就試了 我會撞 有空我看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不過我第一次已經不是這樣做的 23就Rumbus 有一個Rumbus 那你記住 你的Rumbus怎麼畫就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最大問題就是英文字母 你記住次序要順對 原來是舊的東西 零型的 譬如PQRS 似乎它打了個CALX在中間 就說這個是T 那你記住這裡四個都是90度 那它就說QRT 這一隻 當作是VT OK 它問你什麼呢? 它問你的是 這一條 和這一條 的比例 好了 那其實呢 喂 其實就是這一條 還有就是這一條 CALX T P 所以似乎是不是用光 對啊 那如果你用光 你就把CALX打了 似乎用光 好了 那你要小心 這個PQ似乎是個hypotence 這個PQ 意思是你的PQ 其實應該的PQ 是一份母 是嗎? 是嗎? 嗯 很明顯 你的Rombus 的四條邊 它只會是一個 直角三個人的斜邊 而已 所以肯定不會是一份子 是一份母 所以我就試了 可以嗎? 可以 好 24 我們趕快就找 X-intercept Y-intercept 和階段 是嗎? 嗯 好了 X-intercept是3m Y-intercept是3m 階段 就是-m over n 可以嗎? 可以 從頭看 它的X-intercept是負數 Y-intercept是正數 階段是正數 所以我們會知道些什麼呢? 我們會知道 M應該是負數 而N應該是正數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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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看第二句的話 我們是不是看Y-intercept 是 從頭看 Y-intercept 是小於1 Y-intercept 是的 然後我們兩邊整個N 不等好 需要不需要倒轉? 不用 因為N是正數 所以2 也對 OK M加N等於0 第三句是最難看的 第三句是最難看的 原因是什麼呢? 它叫我們找M加N 是否等於0 難看的原因 是因為有時候同學未必知道 如何著手 而我們找了X-intercept Y-intercept 和階段 有M-N的其實是否階段 那什麼時候M加N會等於1 其實就是 sorry 什麼時候M加N會等於0 其實就是階段等於1的時間 如果階段等於1 去M加N就會等於0 你看看 對嗎? 如果階段是1的話 那麼M加N就會等於0 OK 好嗎? 但是 圖裡面 這一條線的階段才是1 很明顯 我們那條線 階段不會是1 所以3是錯的 所以答案是A 明白嗎? 明白 OK 當然 其實有其他講法 可以有其他講法 其他講法就是用X-intercept 不過如果你明白這個 我就不再講了 明白嗎? 這個講法 OK 但是可能第三句 你就會撞吧 是嗎? 是 是 第25 就是都是經常 做CQ做不到的 是吧 好了 我按Rack 我按到負數 按什麼 我按Polar轉 就是實際 我按K 他給負我的 有很多難數 OK 那個Q 他這個是X-Y來的 所以去到Quadron 4 是不是? Q Rotate Clockwise About Origin Through 90度 上還是下 Clockwise Rotate Clockwise 90度 那去到哪裡? 去到Quadron 3 是嗎? 在Quadron 3 OK 所以隨便 不知道在哪裡 那可能在這裡 所以X-Y是不是交換? 然後就是 是不是負負? 是 按機吧 他轉回Polar 那你就按機吧 Q-O-L 然後 Q-4-3 但 X-Y 5 不是 他的Y是多少 負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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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40 不是 同學 我都說 我都說 按機吧 其實 我們可以 不按機 都轉了AB 同學 你還敢說B 他 Clockwise Veter 應該是 是 大過180 小過270 怎麼會答B OK 好 26 好了 這一條 都要小心看的 是 他就說 本身這條線 就切到 X-Y 就是AB 所以 似乎AB 是不是可以找出來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那條線有 那AB 不是找到出來嗎 哦 是嗎 其實我們 就是找X-Y Intercept X-Intercept 其實是5 5 就是A Y Intercept 其實是-12 所以你就是B 是 OK 所以他 口中說的那條線 其實就是這條 Locus 不知道 不知道 至少這次 都好像很實在 他就說 P是移動點 AP 等於BP 喂 Eco Distance 起碼 先用CD 是吧 是啊 他不會圓形你的 似乎是不是就是 這條淺藍線的 Pervant Digital Vice Sector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似乎就是這樣 所以你找到他的 環境 可以嗎 可以 好了 那 問題就是什麼呢 第一條4 第一條A那個 階段是多少 答不答到 A 是-10 over 24 不是 不是 答案A 哦 這個階段是-10 over 24 -36 over 15 不是啊 -15 over 36 是啊 是 喂 你看不看得出這兩個 的 對 會反過來 為什麼我要考慮這兩個 我們會發覺 這兩個數 按出來 其實都是-5 over 12 即是怎樣 A和B這兩個數是相互的 所以如果你想用階段來 區分 答我應該是A還是B 你就浪費了 明白這個意思嗎 明白這個意思嗎 即是 其實你想知道A還是B 那我們可能用階段 除非你真的想找一條線出來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條線出來 你就找了 找完你就知道A還是B 但是我們有時候不會的 我們可能 啊 A和B這兩條線的階段 會不會不同 如果不同的話 我找到我們 要找那條線的階段 就知道A還是B 但是很可惜 這次這條線的階段 是一樣的 所以 我們就會找這一點 因為 既然它們是一樣 所以你要區分開 A和B這兩個答案 哪一個是答案 你就代一點下去 那代什麼呢 就是代他們 A和B的底線 就是2點 就是不超過2 就好負6的 A和B這兩條線 必定只得一條 是穿過這一點的 那你代下去就可以了 最終答案是A OK OK 你有沒有留意 那些數字 那些數字 是 很奇怪 其實它出了 就是想我們 如果真的計算的話 計算得辛苦一些 那所以如果是 其實你得的 就最好盡量用計算機 那你就不用怕 那些運算 OK OK 好了 第七題 它就說呢 有兩點 P和Q 有個圓形叫做C 它就會穿過 本身給了的P和Q 還有個O Origin 就問下面ABC 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對的 OK 那如果你問我 我可能 就趕快按 Center 怎麼按 不是 糟了 4心 是啊 4心是舊鋪的人3 對 那C O C I 是啊 你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按 C O C I 第二個C才是雙心Center 似乎是 是啊 2 3 負16 over9 負9 應該不對 應該不對 等等 等等等等 好像這樣 10 24 17 不是喔 中間要塞1 不是 不用 4心 你要塞1 你要用舊 Program 1 來找直線方程 才是塞1 1 10 負24 17 負7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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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 入3點的座標 3 17 和負7 不是 1 2 3 4 不是 不是 應該先按 00 沒有所謂的 3 負24 17 負7 第3 4個數 不是 C O C I 它每出兩個 應該是第5和第6 2 3 4 5 5和負12 5和負12 是不是 因為我們自己有這個計劃 所以不如我先按中間出來 那起碼你就知道這個不對 喔 因為它說中間是Line on Straight Line 那你代5-12下去 不滿足的嘛 那B就是不對 喔 行不行 行 另外 A A那句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中間來判斷 它說PQ是不是Diameter 如果是的話 那PQ的Mid Point 就應該是中間 但是明顯也是不是的 因為你計算PQ中間 就是10和17相加2 喂 分數來的 怎會是5 喔 是喔 好了 而言之後呢 你喜歡你可以找B B不難找的 事實上 因為呢 我們現在G中間 我們的Radeus 容易計的 Radeus是5的2次 加12的2次 就是13 知不知為何是這樣計 知道 就是 我是用這兩點找距離 而如果是 你的面積 其實是PiR Square 那就是PiR Square 169Pi 不是196Pi 那B就不對 但我就是C 喔 行不行 行 但就算我想 如果我真的想找C呢 都不難找的 為什麼呢 就是這裏加起來 其實中間是HK 是不是 我們說HK 跟DE有關的 就是乘負2 是不是 是 正常你欠F 還未找 是不是 是 但這次F 不用找 因為F等於0 為什麼 因為它是 通過層 所以F 就會等於0 所以 整個圖圈 很容易找的 其實這一題 然後 它說 C 16 十六道好-9 是不是拉在內 你代下去XY 看看是否正數 還是負數 還是等於0 就知道了 你要拉在內 那就小過0 如果你代下去 真的小過0 OK OK 其實 剛剛這一題 我們要講多一點 你要圈到答案 其實就 不用做那麼多 不過我想 逐句逐句告訴你 你可以怎麼做 好了 可能性 三位數 那個圖形 是0到9 就是10個可能性 可能性 可能性 這個數目 是比7 除得盡 OK 所以那份帽應該是多少 那份帽 3數目 0到9 那就是10 10 因為你 譬如你有10個數 就是 502 512 522 532 去到592 就10個數 我什麼都不做 B和C打交叉 因為你的份帽 應該是10的 因素 就是你 你約份變成其他數 可以的 但是不會是7和9 是不是 然後你怎麼做 你又將502 512 如處女推 去到592 這10個數 逐個逐個按計算機 給7除 除7 你發覺 只得一個數 是7個倍數 那個就是532 1超過10 是啊 做完了 哇 可以嗎 就是你不用想 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一下 也是 只有10個數 給你按而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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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題 60個男演員 40個女演員 她們的面率是57 而如果全部男 只是男的 面率是63 就問女的 所以 如果你拙得夠快的話 其實直接可以寫一個答案 總重量 是這個 100個人總重量 是這個 男士的總重量 是這個 所以雙減呢 就是女的總重量 這個可以嗎 可以 OK 然後我們除掉女士的人數 就是這樣 所以按相機 48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多好做 但不是的 很多時候 第30條的這一類 是比較煩的 好了 不過這次看看是怎樣 她說 平均和平均都是6 好了 首先這裡有多少個數 8 首先這裡有8個數 那她有平均 我們最開心的 就是平均 因為列島息 所以我們就把全部數相加 那就是2加5加6加6 那應該就是 19 就加回3x加3y 那有8個數 那所以就是平均乘8 就是48 那所以我們就列到一條 關於xy的顏色 就是29 嗯 是不是呢 好了 而完之後 她說median是6 那有沒有最中間的數 你要兩個隨意 本身是不是沒有最中間的數 那x會不會是6 什麼 6加 你中間的兩個 6加x除2等於6 不是的 但是你要小心 她這8個數 她未必順次序 就是 好嗎 好嗎 好了 這裡 我們對於 我們剛剛用min 找到那條色 我們 會再做些手腳 做什麼手腳 y等於29 -3x 之後呢 我們嘗試 我們嘗試 對了 dx 代數 下去 我們嘗試 dx 代數 下去 ok 就希望找到一些對應的y 就是諸如此類 ok 那就有很多可能性 原來就不是的 原來呢 因為我們仍然要理會那個median 不是 理會那個median ok 所以原來那個xyz 可能 x 我們是要代到6的 如果y對著是11 如果那個x是7 那個y就會是8 但是問題呢 原來x如果是8 那個y就是8 但是問題就是 原來這一組是不行的 這一組不行的 的原因是 如果x是7 y是8 那個median 不會是6 但是其餘 如果6和11 x8和5 那個median 仍然都是6的 ok 這個可以不可以 可以 而如果是這樣的 我們就會知道 1 未必是對的 因為如果 當x是8的話 那個mode是8 就不會是6 ok 對不對 可以 好了 然後 他說 least possible range 就是第二句 我當 least possible range 不過不是 2不用看 因為1都不對 所以2肯定對 2 2是肯定對的 那第三呢 Greatest possible variance 是6的 那其實variance 我們是想 一些數目越散越好 但是我們不知道了 那我們就可能 兩組的xy 代替下去了 明白嗎 明白 這兩組的xy 都代替下去 計數機 按了兩個 兩組的variance出來 那你會發覺 兩個答案都不是6的 所以3都是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b 而這個數 剩下最後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 這麼肯定 只得這兩組xy 就是因為 你就這樣看著 上面的這一條式 你可能會以為xy 有很多個組合 但其實原來不是的 那些偏小的x 其實那些偏小的x 我們未必會要的 因為問題就是 它會令到 那個median 不會是6 是嗎 就是 如果你的x是5的話 他的median 已經不會是6的了 你再黃論 是再小一點的x 所以我們似乎是 很容易見到 x是6 沒有碎 因為x是6 明顯地 那個median就真的是6 所以我們要從6那裡試起 那我們試到6 對 7有 但是7不行 因為會令到 median也不是6 試到8 8可以 就因為它有5 是y 就會將median 扯回到6 但是如果x是9的話 就也是 太大了 也不會令到 median是6 所以就只得 這三個可能性 最終只得 我們框住那兩個可能性 這麼煩嗎 行不行 越講越煩 這些題目 沒有辦法 想講清楚那些反而更煩 其實呢 如果講壯 其實那3 正常你不會覺得是對的 那3 正常你不會覺得是對的 我還沒講 variant會過6 沒有關係 問題是 variant你要搞清楚 他也是 每個data 跟邊相減二次方 加起來 再除了多少個數 算出來 既然答案是一個整數 其實就似乎 不是這麼可信 哦 ok variant variant 這個數偏好不奇怪 但是好的意思是分數 但是它是整數 似乎就不可信 如果我要撞的話 我不會覺得3是對的 這樣的意思 ok